我覺得現場初選 應該是會沒有了 我其實在禮拜天的時候 我就已經說 我大膽的預言 民進黨的初選會延後 果不其然 就是說今天你已經可以看到了 保皇黨的血滴子已經出手了 就是說民進黨 常常在這個地方初選 就是說還沒有出來 跟國民黨PK的人選之前 他們黨內自己 自己裡面的廝殺 往往是比國民黨去罵民進黨 還要狠毒死幾倍 這個我們真的是 探為官職 自探俘儒 我想講的是 其實賴清德今天出現 我覺得他們今天兩個人 這個都會覺得 都是同志在背後插刀 好痛 好痛 為什麼這麼講 賴清德為什麼出來 陳如俊毅剛才講的 好奇怪 我說我不當行政院長 馬上你們就不來找我報告了 更覺得是不當行政院長了 馬上這個養鴨博士 就從中游下台了 然後台肥的康信宏 賴清德的人馬 明明人家坐得好好的 剛剛上了飛機去中東 要去推台肥的有機肥料 等到他回來下飛機的時候 對不起 你不是董事長 因為賴清德失事了 全部砍光光 所以賴清德今天是怎麼出來的 就是因為同志 同志很狠 背後插了刀 對蔡英文來講是不是這樣 是 你賴清德跟我講了好幾次不選 講了明的暗的 台面上的 台面下的 講了那麼多次不選 你今天又來插刀 好 再插回來是誰插 新潮流自己人插賴清德 不是嗎 這個鄭文燦 鄭文燦 你以為蔡英文的講話是怎麼來的 蔡英文說 民進黨凡是有初選的 從來就沒有贏過大選 這是來自鄭文燦的版本 是鄭文燦先帶頭說 民進黨只要有初選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贏過大選 結果馬上就被 這個我覺得林左水 在這一點上 還算是有一點 新潮流的江湖道義 他說什麼鬼 誰說的 明明就十幾點的巧合 我請問你 2008年陳月扁貪污案 搞成那樣 紅三軍百萬人圍城 那個時候就算不分裂 能選贏嗎 民進黨就算只有推一組人馬出來 能選贏嗎 所以根本就是 倒果為因鬼扯蛋的東西 今天蔡英文也是打開了 你自己的同志都不買單這種說法 你還繼續在沿用這種講法 我只想講 其實賴清德跟蔡英文 今天這個民調這麼接近的程度 換句話說 在3%誤差範圍內 這是早就已經可以料到 我不像沈大佬 對於賴清德有這麼多的推崇 坦白講 不要說什麼 他務實台獨工作者 他務實台獨工作者我們不恨他 我們恨他的事 他是務實台獨騙子 講了半天 然後昨天到直播裡面去說 不用 何必呢 我們已經獨立了 獨立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 這叫典型的借殼上市 你跟蔡英文這樣 有什麼不同呢 請問激進的台獨派 為什麼還要支持你呢 因為你們沒有不同 你們的論調 都是借殼上市的騙子論調 既然如此的話 這樣子的民調在誤差範圍內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你再也顯示不出來 你跟蔡英文有什麼不同了 所以當你跟蔡英文的民調 在誤差範圍內的時候 你的正當性何在 因為你們 我實在 我坦白講 看起來 似乎你比蔡英文還要獨裁 因為你一年多不進台南市議會 那是不是代表說 如果你賴清德 今天有一天你當上了總統 你也可以完全藐視國會呢 完全不要理你國會 行政院長 我指派的是誰 也可以一年多不要進國會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 我是說兩個壞蛋在相殺 兩個壞蛋在彼此之下 只是說今天誰拿了上方寶劍 拿了武器在手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以前陰人設事 號稱民主民主 結果到今天為止 連自己黨內都沒有民主可言 這真的是 我覺得要嘛你就像國民黨一樣 當初制度沒有了 我就說我現在還沒有登記初選 都還沒有登記 都還沒有完整 不要學國民黨以前失敗的範例 換柱了 你現在初選已經定下來了 然後說要延期了 還有說什麼 要賴清德不排除 讓賴清德讓5% 如果說真的做初選民調的話 賴清德至少要讓5%合不合理 也不能說完全不合理 為什麼 因為民調誤差範圍是3 你覺得如果你是蔡英文 我所有的黨政大權在手上 你只贏我在民調誤差範圍內 更何況我還有那麼多的 支持蔡英文的青年軍對不對 不時在網路上 幫我黑你賴清德的時候 你這個誤差範圍可能很快 我今天我女皇 我就是不爽跟你初選 怎樣 我就是不爽 我現在就是要連莊 無論用什麼手段 我就是要連莊 這個戲講白了 不過就是如此 如果他們還是按照初選制度走 往後延的話 對賴清德確實是很不利 因為整個資源 還是在蔡英文手上 對蔡英文來講的話 他比較有正當性 對賴清德來講 他欠缺正當性 還有黨內的運作的很多的問題 都會被浮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在一直走下去的時候 那麼賴清德甚至他的政治人格 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會有更多的內幕一直爆出來的時候 對賴清德的政治人格 開始造成更嚴重的傷害的時候 賴清德可能未來的政治的前途發展 可能就更不利 一般來講在內閣制的國家裡面 內閣制的國家中 由於他們的執政黨的黨魁 就是執政黨的黨魁就是首相 所以他們的黨魁任期到了以後 他們在黨員 就閣員他的部署 挑戰黨魁的多有所見 英國有 澳大利亞也有 所以這個是多有所見 所以內閣制的國家裡面 這個部分問題不大 也就是說我是閣員 你是黨魁 你是總理 但是我們是比較接近總統制 對 我們雙首長制的國家 像法國 台灣 我們雙首長制的跟美國的 一般來講的話 都是連任為優先 通常黨內的同志 很少去挑戰現任者 那麼現任者通常也很少說 除非他自己身體的因素 或是各種因素 他的考量 他覺得我不適合連任 我自己取消連任 這樣把機會讓出來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都是我現任的時候 我都有意願要連任 所以黨內可能會有一點點 表態或是不同的聲音 那是為了政治上的籌碼 但是並不真的要去挑戰他 一般來講不會這樣做 這個通常都很少 這種事情很少發生 以我們現在的看法來說 例如說過去李登輝也是一樣 他一定要連任 馬英九也要連任 陳水平要連任 所以對蔡英文來說的話 他自動的尋求連任 這個是合情合理 也合法 也就是合他們的規則 合法 哪來的法 不是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談的 所以你不要太急 你慢一點 可能會好一點 那也就是說 當時九合一選完了以後 當時九合一選完了以後 這個就是我們談的 政治運作的問題了 政治運作有時候 要跟政治的制度 就是他們的制度的設計要結合 選完了以後 大家再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其中選舉的失敗 黨內的人認為 這是你的總統 你的黨魁你要負完全的責任 你不但黨魁要辭掉 我也不要讓你再連任 那黨內會發動 就是說我不要你再連任 那黨魁或是總統 他同時也會發現 黨內不要讓他再連任 他當然可以選擇 我就是建設要連任 他也可以選擇 我就是我沒辦法連任 當時曾經有一點點 小小的聲音 發起要蔡英文不要連任 但是聲音很快就不見了 是的 所以我要講的 重點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總統是不會連任的 或是雙手段是不會連任的 是因為黨內反對的聲音太大了 他知道他連任無望 他也可以堅持連任到底 用盡各種政治手段 讓他自己尋求到連任的可能性 另外一種就是我接受 黨內不要我連任的事實 我就讓出來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都 這兩種都有可能存在 但是以政治的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情況 就是他們很快的 黨內的派系雜音消除了 而且也尋求到黨內的平衡 那很快的 就是我估計 我估計 1月11號賴靜德下台交界完成 2月22號 蔡英文找了美國的主流媒體 在他的專機上 正式宣布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獲得 民進黨黨內 幾乎是一致的一個已經 幾乎是完全的聲音了 也就是說支持你繼續連任 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 民進黨立委沒有 那也就是說得到了這樣 不然的話其實 如果說沒有在黨內 已經尋求這樣的一個聲音 或是沒有 蔡英文就單獨的這樣宣布 我覺得這個是在政治運作上 就太粗糙了 理論上講 你應該是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你宣布 你宣布了以後 黨內的設定的制度 也就是我根據我們運作的規定 運作的制度沒有雜音了 我要弄一個漂亮的制度 讓大家看 也就是說好 我就公布這樣的一個初選制度 我們目前沒有聲音 大家都沒有聲音 好 我們就按照這樣走了 所以318截止沒有人登記 就蔡英文 那就走下去了 這樣子的話 可以反過來去盯的 給國民黨施加壓力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制度的運作方式 也就是說 好 如果不確定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有雜音 很多雜音 就是剛好志恩說 民進黨內有很多雜音 有很多雜音 順便擺平 沒擺平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中職會裡面 討論說大家有沒有意見 大家都沒有意見 我們的中職會討論就是 我們就不按照初選了 我們就由先任者優先 大家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大家沒有問題 或者大家表決通過了 那也就通過 那也是按照制度走 按照制度走也就合法 所以為什麼當時 沒有訂這樣的一個制度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有把握 我覺得蔡英文 我這樣講這個大佬心理 可能比較舒服 因為我很公平 兩個人都持平而論 蔡英文口口聲聲說 講他不確戰 不確戰就照初選制度走下去 就是確戰 你就戰 你不確戰 你就戰 這個是阿扁論調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我對他最不爽的 一個地方在於 你明明就確戰 既然你確戰 你當時就應該照卓榮泰說 直接徵召現任總統 你還要搞一個初選制度在那邊 好像表現得我很勇敢 我不確戰 然後結果有人出來報名了 你說不好意思 初選我不要了 本來是面子也要 李子也要 這個就叫做既要做什麼 又要徵結牌坊 真的不好意思 這個就賴老師剛剛講的 說本來就一個人秀 所以就搞一個漂亮的 對 就用面子上好看 你覺得怕人家挑戰就徵召 說民進黨還是民主的 是廉價的民主 如果我要跟你來玩一場 真正的民主競爭 沒有了 如果真要競爭到底 我也不反對 但是要把時辰拉出來 你知道嗎 時辰就照原定的 這才是民主 這個原定是假的 就是原定只是設計 你看美國的初選 這原定是一個花瓶好不好 美國的初選擋多久 對不對 好 好好擋 每一個先生都去辦一場 政策辯論會 最後什麼時候結束 你管我們 就是打打打打到最後 我們就好好來決定 這個才真民主 你哪有這個樣子的 制度都已經先建立好 那是下一次 沒有 這個制度 是建立在一個誤會上面 是一個誤會 這個根本不是為了 這個辯論真正的競爭 所設計的數字 居然已經擺在這裡了 居然哥剛剛講 我部分認同 就是說這種東西 為了黨要勝選 為了要大家 如果這個黨真的就是要蔡總統 但是他說這個才叫真民主 這句我可能就不是很認同 因為真正的民主就是 應該是人民做主 或者是黨內的民主 是黨員做主 而不是派系的頭頭去指揮說 現在怎麼做 現在怎麼投 現在要留會 還是現在要怎麼樣延後 今天黨的規則已經出來了 其實邦賴清德 沒有什麼好講話的 他可能會在這一局被犧牲掉 可是輸了這一局 卻贏的那一局很難講 民進黨內的問題 他當然可以從中把他拔到 國民黨也曾經做過這個事情 洪秀柱已經提名了 但是他還是可以歡迎 只是說現在又要講說 就是剛剛惠玲講的 你又要講說我很尊重這個初選 但是你又一再的改變這個初選 我們看看立法院 看看英國的國會 哪一個投票是自由意願的 那個是黨指揮 我們的國會立法院 哪一個投票是自由意志 賣個片 那是題外話 為什麼題外話 我跟你講政黨就這麼一回事 政黨就是人的主持 對 各位在這裡 你的投票都是你的自由意願 平衡 主持人 我要請教李靜穎 那你們就不要把話講得那麼漂亮 所以當然重點就在這裡 不要講民主 大家都面對政治的現實 對 就不要講話 講成這個樣子 是 你不要敢騙 你們政治就一定的操作 但是不要把人民騙說 我都沒民主 結果自己卡到自己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自己卡到自己 卡到陰 卡到陰 從民進黨的這個流程的設計來看 確實是原來的估計 是沒有挑戰者 所以才會這麼短這麼短這麼短 就趕快把它完成 把程序走完了 你看國民黨的一個制度裡面 他如果國民黨要辦初選 其實他考慮到的就是 初選一旦公佈規則登記 然後可以運作 你這是我們國民黨的初選制度嗎 他在講正常的初選制度 應該是這樣 四月公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到九月 十月 就是有一個 一樣 不是 有一個時程 時間拖得比較長 拉得很長 這就關鍵了 我要問 讓這些候選人他可以去運作 但是民進黨的設計的 這個時間的流程 其實你很明顯的看到 就是沒有挑戰者 原本設計就是沒有挑戰者 突然間跑出一個挑戰者來 所以措手不止 教授 這個叫做去法院公正結婚 你知道嗎 沒有任何爭議的 如果真的要競爭 請敵來競爭的 因為沒有 所以民調也不會有 兩天的政政發表就做民調了 連發酵的時間都沒有 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李遜議的 我又不代表初選 我問你 以今天來講 是總統還是賴清德 比較佔優勢 一個是現任總統 一個是退任的前行政軍長 挑戰者比較優勢 挑戰者比較優勢 但是賴清德 你聽我講 挑戰者因為他所有的錯 都可以來做攻擊 但是賴清德沒有挑戰者的優勢 為什麼 因為他搬了最長時間的 你被挑戰的這個政體的內閣 不是 這個解釋我也不能接受 因為大家都會說總統要優勢 總統什麼東西都在他手裡 有優勢的人是要快速度速度 你今天初選的話 有優勢的 我跟你講你時間拉得越遠 你時間拉得越遠 這個弱勢的人越糟糕 優勢的人快速度 只有弱勢的人才要拉遠 你知道嗎 賴清德是講的 現在因為你的民調 老實說現在的民調 蔡英文是落後的 所以落後的人才要拉遠 對不對 延長的話對蔡英文是有用的 當然是這樣子 我這樣子大膽的報告 延後不是要解決 你講那個問題 不是解決民調問題 我講哪一個問題 所以解決說 讓參賽者變少的問題 不是為了解決民調問題 如果三個月之後繼續做民調 兩個人還是差一點點 那到時候該怎麼辦 我的重點你們還是沒有聽出來 因為如果今天就16 17 這幾天就解決了 蔡英文是輸的 所以輸所以他要往後延 就是這樣 說比較白 但是他也有往後延的合理性 因為本來這個初選辦法 就是一個裝飾用的初選辦法 不是真的要拿來實際上使用的 現在被拿來實際使用了 所以他可以舉手說 你原本的設計 這一點 資訊沒有完全揭露 這一點你講得太勇敢了 連卓榮泰主席 都還沒有講到這麼入口 有 他有講過 他說目前這個版本的初選 不是為了競爭目前這個局勢而設計 所以他不建議 明天就不在乎 聽說話 你不在乎 不在乎 在乎